目前有消息披露两名北京证券界的人士被公安人员带走 一位是万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固定收益部总监邹裕 那么另一位是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的执行总经理杨辉 此外中行国开行两大银行的高层近日也有变动 这些都引发了媒体的密切关注 有分析指出这种敲山震虎的做法可能会让一些人有所收敛 但是习近平并非为了抓大老虎 那么大老虎们也只是虚惊一场吧 近日中国银行业高管变动频繁 原交行董事长胡怀邦接替陈元任国开行董事长 原中信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出任中行党委书记 香港《大公报》分析此番高层人士的变动 是银行业高管人士系列变动继续上演 近一年半以来大陆已有八家大银行经历高管的人士变动 东方早报报道16号证实 多部委联查债史黑金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执行总经理杨辉 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同一天万家基金固定收益总监周玉 也被公安部门调查 报道分析 虽然两个公司都宣称固定收益负责人 被警方带走是因为私人原因 但是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 一场由中央高层发起的 针对中国银行兼债券市场饼类账户的核查 正在席卷整个债券市场 此外海外媒体早就流传来自中共最高检内部的消息 中共年后反贪行动从金融行业高管开始 名单已拟好 美国世界新闻网分析说 在金融圈目前发生地震 被抓的是操盘手 但是涉及的范围有多大 背后的水有多深 暂时还是未知数 报道分析 在过去十年中国金融圈特别是基金 证券等领域黑幕重重 不仅没有清理 甚至无法揭开 希望这次金融界地震是敲山之举 能震一下那些金融圈中的老虎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这种敲山震虎的做法 可能会让一些人有所收敛 但是现在还看不出习里体制会真的触及打老虎 所以谢田表示他本人持非常悲观的态度 这些在世的黑金背后的主角 那最终的大老虎并没有被触动 中国银行界高管调动变动的工作变动的职位 那最后他们会怎么样 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所以从整体的情况来看 中国老百姓我想已经不对中共的任何 那么既然不愿意触及大老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打张旗鼓的打击金融界呢 大陆经济学家郑先生表示 上市公司的造假案制度的不透明 还有种种黑箱运作利益输送 大家都知道中国金融业里面的水很深 郑先生指出 一个经济体模式在一个不健康的 病态的体制下不可能长久的运行 因此谁也不愿意为以前的烂摊子捂着盖着了 谢田表示 特权在操控中国的金融界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黑箱操作 从中获取无穷的利润 谢田指出 如果这种黑箱操作继续下去 会从金融上摧毁共产党 如果中共当局真正想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局面 必须从内部摧毁共产党 实际上中国金融和政治是牢牢酸在一起的 我们下注决定的权力黑箱操作继续 我们下注决定的权力黑箱操作继续